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AD Guard和Home Assistant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AD Guard的作用 AD Guard这个软件是用来屏蔽一些广告的 比如说视频的广告,网站的网页广告 它是通过DNS的方式来屏蔽 也就是说它把这些广告的一些地址解析成错误的DNS 导致这个广告显示不出来 它是通过这个原理来实现的 我们AD Guard安装完毕之后是这个样子 它可以有一个控制面板来显示一些拦截的信息 还有过滤的信息等等 它跟Home Assistant有什么关系呢? 在Home Assistant里可以添加一个AD Guard的集成 这个集成可以提供两个开关 一个是过滤广告的开关 一个是父母控制孩子上网的一个开关 Parental Control 好,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把AD Guard安装起来 然后集成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 首先还是看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里有一篇 关于如何安装的一个文章 文章给大家展示了几个效果图 然后我们往下看 首先我们打开AD Guard最新版的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我们往下拉 它这边会提供我们很多版本的下载 因为AD Guard是用购语言写的 所以它跨平台的 它的跨平台兼容性是很好的 我这期节目呢 用我提供给大家的树莓派镜像 64位的树莓派镜像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安装 回到我的博客 继续往下看 然后第一步呢 是下载这个AD Guard的 我们把这个命令行复制下来 然后这个命令行呢 里面下载的是这个AMD64的 也就是我们64位Linux的AD Guard 我们呢 如果用树莓派64呢 就需要把这个后边的文件 改成我们后边的网址呢 改成我们树莓派64位的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 哪个是树莓派的 树莓派是ARM的 ARM64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复制连接地址 然后呢 把链接copy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下载 我这个网速比较慢 所以呢 我给大家把这个步快进过去 好了 现在下载完成了 然后回到博客 回到我的博客呢 把第二句也粘过去 第二句呢 我们同样是要修改一下 按你的平台 修改一下这个下载的文件 我这边是用ARM64 所以呢 我们要解压解压这个64位这个文件 后面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命令全都复制下来 贴进去 好 如果你看见最后一个 successfully 证明安装就完成了 其实这个安装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 我们访问这个树莓派地址 冒号3000 我们再开一个网页 http it commander 然后后面是3000 端口是3000 这样呢 就打开了一个ADGuard home 安装的界面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配置 先选择网页监听端口 接口 我这边呢 选所有接口 大家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端口号改一下 如果你是80 也许会冲突 所以我把它改成8008 下面是DNS服务器接口 因为我们ADGuard是一个DNS服务器 它是靠DNS服务器来屏蔽广告 所以呢 我们要选择这个DNS服务器 我们在工作在哪一个网卡上 哪一个IP地址上 这里呢 我也选择所有端口 也就是说所有的请求 他都会接受 有的用户呢 就会在这里碰见 比如说被监听 端口已经被占用等等的 然后呢 你需要把其他的DNS服务器先关掉 我们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我这里输入it commander 然后密码呢 我随便敲一个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一步呢 是大家是他介绍如何使用这个ADGuard 其实就是把你需要屏蔽 屏蔽广告的客户端的DNS指向到我们的ADGuard 也就是用我们的ADGuard作为主的DNS服务器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打开仪表盘了 我们的ADGuard呢 安装完毕 输入我们刚才设定的用户名和密码 就可以成功的登陆进我们的ADGuard的控制台 其实呢这个ADGuard这样呢就可以用了 如果我们还想过多的设置一下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设置一个过滤器 封锁封锁清单 在网上呢有一些 有很多清单可以供大家选择 这里边有个检查更新 我们点击一下检查更新 这上面勾住的这个规则数就会更新 所有列表都是最新的 那看来可能是我的网络 网络有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点检检查更新 这边还是零的话 建议大家给你的ADGuard的网络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好 那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这个ADGuard是不是成功的运行了 我们回到这个窗口我们nslookup一下 nslookup比如说百度 然后我们用127.0.0.1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用127.0.0.1解析百度回车 它并没有过返回结果 那我们需要在上游的服务器DNS设置里 把上游服务器改一下 我比如我把它改成114 然后下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你可以设置很多个DNS 我们这里边可以点测试上游 然后它显示服务器正常运行 我们点击应用 然后我们再回来试一下 大家看已经成功的解析出来了 这样我们的ADGuard就可以使用了 可以用它来过滤广告了 当然规则数更新成功之后 你才可以真正的屏蔽你的广告 然后我们回到博客 下看 这个3000端口 只是用来配置的 安装完毕之后 这个ADGuard就是用你刚才设置的 8008端口来访问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怎么把它集成到Home Assistant 也是很简单的 Guard Home之前 我们要回到ADGuard Home里 在设置里面的常规选项里勾选 使用ADGuard浏览 安全网页服务 我们要把这个服务勾选之后 Home Assistant才可以成功的添加 我们ADGuard的传感器和开关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面 回到Home Assistant里面 选择ADGuard Home 然后我们选127.0.0.1 这个地址代表本机 端口就是我们网页设置的8008端口 然后密码是IT Commander 然后我把密码输进去 下面两个勾取消 然后我们点击提交 提交之后 我们选个纵 然后点完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有一个ADGuard Home 添加进来了 并且呢 他这里边是有一些传感器的 好这样呢 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ADGuard 集成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了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样 你可以把你需要用到的传感器和开关 都放在一个页面上面 然后方便你去开关这个网页的过滤 和这个家长控制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非常的简单 好 那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